孟加拉国政变后激烈反映 印度不满 或被两个巴基斯坦夹击 好处又让中国白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孟加拉国激烈反映 印度或被两个巴基斯坦夹击 不满好处让中国白得 近期啊 孟加拉国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孟加拉国前总理哈希纳 被迫辞职逃往印度 关于这次抗议活动的起因是 孟加拉国最高法突然重启 公务员配额制 引发孟加拉国年轻人强烈不满 然后逐渐从抗议活动演变到政变 关于这次政变 哈希纳暗示是美国将他赶下了台 因为他拒绝将圣马钉岛交给美国 如果他听了美国的话 本可以继续担任公职 但这次政变前 他也发表过类似言论 当时有白人国家要求在孟加拉国建军事基地 保证他可以执政顺利 但是他拒绝了 年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瓦也曾预警 孟加拉国大选结果一旦不如美国的意 就会发起颠覆活动 虽然种种迹象指向美国 但美国不承认也没人拿他怎么办 值得关注的是 孟加拉国现在这个局面 印度一直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 因为哈希纳亲印度 在抗议活动之后 孟加拉国民众对哈希纳的不满 很快就转移到了印度头上 上个月国际特赦组织声明称 在孟加拉国最大的印度教节日期间 孟加拉国的伊斯兰教徒对印度教徒社区 寺庙进行袭击比较血腥 其实两国教派仇恨早就开始了 1983年印度阿萨姆帮的印度教徒 腾在四天内打死了1700多名孟加拉穆斯林移民 这次暴乱也间接引爆了教派冲突 有不少在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 在网上求助印度总理莫迪派兵去救他们 虽然孟加拉国一乱 印度很快就派边境部队严阵以待 但不可能真的去救他 更何况印度和孟加拉国边境部队长期冲突不断 基本上都是印度造的念 多年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奉行的就是见人就杀的战略 这也是印度孟加拉国边境冲突的主要根源 有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23年 印度边境部队在印孟边境杀了332人 其中大部分是孟加拉平民 当地人指控印度边境部队经常在边境附近 绑架或枪杀乌公农民和未成年人 即使孟加拉政府是亲印的 但印度也毫不手软 现在新患上台的政府开始改变对印软弱态度 只是边境保卫局在边境采取坚定立场 开始强硬执法 其实这也并不让人意外 印度以林为贺 大搞地区沙文主义 跟所有邻国关系都紧张 而西方为了围堵中国 又不得不鼓吹吹捧印度 导致印度也产生了与其国力不匹配的野心 最终也成了回旋票 近两年印度和西方关系紧张 印度拒绝西方施压制裁俄罗斯 美英加等国还指控印度政府在他们领土暗杀印度分裂势力领袖 一个不听话的印度 美国肯定要敲打敲打 这次孟加拉国政变确实让印度相当难受 孟加拉前不久发洪水 舆论也指责是印度开闸放水 现在孟加拉国内反应舆论相当激烈 更要命的是巴基斯坦罕见率先致电祝贺新上台的孟加拉政府 很明显是要拉拢新上台的政府 两国本来有历史恩怨 孟加拉曾叫做东巴基斯坦 在印度支持下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了 十言一言 印度可能再被两个巴基斯坦夹击 印度甚至还对中国不满 他们担心中国简陋 趁机加强和孟加拉新政府的关系 前印度驻孟加拉国高级专员达斯表示 由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但有如此临近的邻国加强关系 对印度来说不是好消息 让印度焦头烂额的是 中印长期存在的边境冲突 巴基斯坦武装袭击事件激增 马尔代夫新政府亲中倾向 如果再来一个孟加拉 那么印度真就被孤立了 印度人支持以色列 因为他们都觉得印度跟以色列一样 都被周边国家敌视 至于为什么被敌视 印度人不知道 印度这些年对邻国的做派被孤立 也是迟早的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